崔伟子 置身该呀 宜人的环境中 这里的温度 总是令人感到舒畅 快活流动的空气 清爽 而无寒意 天空漂浮着几朵云彩 偶尔会将阳光遮蔽一下 如果户外 某处的水汽密度下降的太多 立即会有一场 及时雨来适时的补充 此地的树木 生长得十分整齐 好像一座果树园 而整戈尔该呀 想必都是如此 无论陆地上或海洋里的动植物 都维持着适当的数量与种类 以保持良好的生态平衡 当然 各类生物的数量 只会在最适度的附近 小幅摆当 甚至人类的繁衍 也不例外 崔伟自目利所及 唯一显得与周遭物件 无法协调的 就是他的那艘 名为远星号的 太空艇 该呀的数名人类成员 已将远星号清理得干干净净 并完成了各项保养 工作做得又快又好 太空艇添置了充足的食物与饮料 该换的陈设一律更新 机件的功能也重新检验过 崔伟自还亲自将电脑 仔细地检查了一遍 这艘太空艇是基地少数几艘 重力驱动的航距之一 它从银河各处的重力厂抽取能源 因此不必添加任何燃料 银河重力厂蕴含的能量 简直是无穷无尽的 即使所有的舰队全都靠它驱动 直到人类不再存在的那天 重力厂的强度也几乎不会减少 三个月前 崔伟自还是端点心的议员 换句话说 他曾经是基地立法机构的议员 就直权而论 可算是银河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这只是三个月前的事吗 他感觉好像是十六年前 也就是他半辈子之前的经历 那时他唯一关心的 就是伟大的谢顿计划 是否真有其事 是否真有个预先规划好的蓝图 可以让基地从一个星球村 慢慢地攀升为银河中最大的势力 就某些方面而言 变化其实不算大 他仍旧具有议员的身份 原来的地位与特权依然不变 不过他相信 自己绝不会再回到端点心 去重拾往日的地位与特权了 虽然他与盖亚的小规模秩序格格不入 但同样无法适应基地庞大的混乱局面 银河虽大却没有他的立足之处 不论走到哪儿 他都像个孤儿 崔尾子 紧缩着下额 愤怒地将手指插进一头黑发之中 现在不是长须短探的时候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地球 假如寻找有了结果之后 自己尚能全身而退 还有的是时间坐下来慢慢哭泣 或许那时会有更好的理由这样做 毅然硬起了心肠之后 他的思绪开始飘回过去 三个月前 他与那位博学而天真的学者 詹诺夫·佩洛拉特 从端点心出发 佩洛拉特受到满腔怀骨忧情的驱使 一心一意地想要发掘 失落已久的地球遗址 崔尾子则利用佩洛拉特的探索 当作掩饰 以便寻找自己心中的目标 结果他们并没有找到地球 却意外地发现了该亚 崔尾子还懵懵懂懂地 被迫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现在情况有了180度的改变 换成了崔尾子 决心要去寻找地球 至于佩洛拉特 他也有意外的收获 他遇到了包奇斯 一位黑头发黑眼珠的年轻女子 包奇斯就是该亚 其实独母也是 甚至身边的伊丽莎 一根草也全都等同于该亚 即将迈入晚年的佩洛拉特 怀着这个年纪所特有的激情 和年纪小他一半有余的包奇斯 坠入了秦王 说来也真奇怪 包奇斯 这个年轻女郎 对年龄的差距 似乎毫不在意 奇怪归奇怪 但佩洛拉特 的确很快乐 令崔尾子不得不承认 每个人 有每个人找寻快乐的方式 这也正是独立个体的特点之一 但在崔尾子所选择的银河中 个体的独立性 若干十日之后 将遭到摒弃 想到这儿 莫名的痛楚再度浮现 当初自己处于无奈所做的抉择 无时不刻不是心头的重担 而且 格兰 一声呼唤 闯入了崔尾子的思绪 他抬起头 朝着阳光射来的方向望去 眼睛不停地眨动 啊 斩诺夫 他用热诚的声音打倒 热诚的有点过分 因为他不想让裴洛拉特猜到自己的苦闷 甚至还努力装出高兴的样子 看得出 你费了好大的劲 才勉强离开了宝奇寺啊 裴洛拉特 摇了摇头 摇乱了他那头 丝一般的白发 而他那又长 又严肃的面容 也许再也没有比现在更长 更严肃的时候了 事实上 老弟 是 是他建议我来找你的 来 来讨论一件 我想讨论的事情 当然 这并不代表 我自己不想找你 而是他似乎比我 先想到这件事 崔尾子 微微的一笑 啊 没关系 詹诺夫 我想 你是来跟我道别的吧 哦 不 并不尽然 事实上 几乎可说 刚好相反 格兰 当 当我们 你和我 刚离开短点心的时候 我的目的 是要寻找地球 我成年之后 几乎把所有的时间 都花在这个工作上 我会继续的 战诺夫 这个工作 现在是我的了 没错 那也是我的 仍然 仍然 还是我的工作 可是 崔尾子 举起手臂 比了比 好像 指着周遭的一切 裴洛拉特 猛然吸了一口气 说道 我 我要跟你一道去 崔尾子 着实 吓了一跳 你 你这话 不可能当真吧 战诺夫 你现在 已经拥有了 盖亚 将来 我还会回到 盖亚的怀抱 可是 我 我不能让你 一个人去 啊 当然可以啊 我能照顾我自己的 不 我 你别生气一个了 但是 你知道的不够多 而我 却知道很多神话 和传说 我可以指导你 你要 离开宝起死 别开玩笑了 裴洛拉特 突然双颊泛红 我 我并不想那样做 老弟 可是 可是他说 崔尾子 皱起了眉头 是不是他想甩掉你 战诺夫 可他答应过我的 不 不是 你不了解 请听我说下去哥了 你 你实在有个坏毛病 事情没弄清楚 就急着下结论 我知道 这是你的特长 而我又好像总是 无法把自己的意思 表达清楚 可 可 可是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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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伟子的口气 缓和 缓和了下来 请告诉我 宝起死 他心里 究竟想些什么 随便你用什么方式说 我保证 会非常有耐心地听他 谢谢你 只要你有耐心 我想 我马上就能讲清楚 你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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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起死 也要去 什么 包起死也要去 不行 不行 我又要爆发了 好 我不发作 不发作 告诉我 战诺夫 为什么 包起死 想要一起去 我 我是用很冷静的口气 在问你 他 他没说 只说 他想跟你谈谈 那他为什么没来 啊 我想 我是说 我猜想 他多少有点认为 你不喜欢他 哥了 所以 有些不愿意接近你 老朋友 我已经尽力地向他保证 说你对他完全没有敌意 我相信 任何人见到他 都只会对他产生无比的好感 然而 这么说吧 他还是要我来跟你提这档子事 我 我能不能告诉他 说你 愿意见他呢 哥了 当然 当然可以 我现在 马上去见他 你 你 你会讲道理吧 你是知道的老朋友 他 多少有点紧张 他说这件事很要紧 他一定要跟你去 那他 没有告诉你原因吗 没有 但如果 他认为 非去不可 该呀 也一定 非去不可 这就代表着 我无法拒绝 对不对 展诺夫 没错 我想 我想 你无法拒绝 格兰 在崔伟子赞助盖亚的短暂时日中 这是他第一次造访包奇斯的住处 现在 这里 也是 培洛拉特的窝 崔伟子四处浏览了一下 在该亚上 防射的结构 都显得很简单 既然 几乎没有任何不良的气候 既然 这个特殊纬度的气温 常年适中 既然 连地壳板块 在必须滑动时 也都小得平稳的 慢慢滑 因此 没有必要 给房子 天设过多的保护功能 也不必刻意 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将不舒适的大环境 隔绝在外 换句话说 整个行星 就像一幢大屋子 容纳着其上 所有的居民 在这座星球屋中 包奇斯的房子 是一栋不起眼的小建筑 窗户上 只有纱窗 而没有玻璃 家具也相当的少 但优雅 而实用 四周的墙上 挂着一些全西像 有不少都是 培洛拉特的 其中一张 表情显得既惊恶 又害羞 崔卫子看了 忍不住咧开嘴 但他尽量 不让笑意显现 索性低下头来 仔细地调整 他的宽腰带 包奇斯 凝视着他 他不像平常那样的 面带微笑 而是显得有点严肃 一双美丽的眼睛 张得很大 微卷的黑发 披在肩上 像是一道 黑色的波浪 只有涂着淡淡 口红的风唇 为他的面庞 带来一丝血色 谢谢你来见我 崔 詹诺夫显得很着急 包奇斯 努比亚瑞拉 包奇斯 浅浅地一笑 达德妙 如果你愿意叫我 包奇斯 这是个很不错的简称 那么 我也愿意试着 以全名称呼你 崔 为子 最后两个字 他说的有点结巴 但几乎听不出来 崔伟子 举起右手 这是个好主意 我知道 该亚人平常在交换讯息时 习惯用简称来称呼对方 所以 你如果偶尔称呼我为崔 我并不会介意 不过 我更喜欢你 尽可能地试着叫我 崔伟子 而我 会称呼你为 包奇斯 如同以往每次碰面一样 崔伟子 又仔细地打量她 就个体而言 她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妙龄女郎 然而 身为该亚的一部分 她已经有好几千岁了 这点从外表 虽然看不出来 但有时她说话的方式 以及环绕在她身边的气氛 还是多少的 会显现出差异 她希望一切众生 都变成这样吗 不 当然不 可是 包奇斯说道 让我开门见山吧 你曾强调 想要去寻找地球 我只跟独木提过 崔伟子决定为自己的观点 力争到底 绝不轻易向该亚让步 我知道 但是你跟独木说话的时候 同时 也在跟该亚 以及其中的每一部分说话 比如说 就等于是在跟我说话 我说的话 你都听到了 没有 因为 我并没有仔细地倾听 不过 事后 我如果集中注意力 有办法记起你说的每一句话 请你相信这一点 以便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 你曾强调 想要找到地球 并且坚持这件事极为重要 虽然我看不出其中的重要性 可是 既然你天赋异禀 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 我们 该亚 就必须接受你的说法 如果这项任务 和你选择该亚 有着重大的关联 那么该亚也会认为 它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任务 因此 该亚 必须跟你一道去 即使只是为了试图 保护你 你说 盖亚必须跟我一道去 意思就是 你自己 必须跟我去 我说的对不对 我就是盖亚 在这颗行星上的一切 每样东西都是盖亚 那么 为什么是你呢 为什么不是盖亚的 其他部分呢 因为裴希望跟你去 如果他去了 他不会喜欢盖亚的其他部分同行 只有我去 他才会开心 裴洛拉特原本一言不发地坐在角落的椅子上 崔卫子注意到 他刚好背对着墙上自己的照片 此时 他轻声说道 这是实话 格兰 我 我的盖亚 就是保济丝 保济丝突然露出微笑 你这么想 可真令我兴奋 当然 这种说法 相当的新奇 让我想一想 崔卫子双手放在后脑勺上 将椅子向后倾 细瘦的椅腿随即嘎嘎作响 他立刻发觉这张椅子并没有那么坚固 不能让他玩这种游戏 他赶紧让四肢椅腿回复了原位 如果你离开了盖亚 那你还会不会是他的一部分呢 这不一定 举例来说 假如我有受重伤的危险 或是有其他特殊的理由 我可以把自己孤立起来 这样一来 我所受到的伤害 就不会连累盖亚 但这仅限于紧急状况 通常情况 我都是该要的一部分 即使在我们 进行超空间跃迁的时候吗 即使是那时候 只不过情形比较复杂而已 我总觉得 有点不太对劲啊 为什么呢 崔卫子皱起鼻子 仿佛闻到什么怪味似的 这就代表说 在太空挺中的一言一行 只要给你听到 看到 就等于被所有的盖亚听到 看到 我就是盖亚 因此我所看到 听到 感觉到的一切 该呀都能看得到 听得到 感觉得到 一点也没错 就连那道墙 也看得到 听得到 感觉得到 包启斯 忘了忘 他所指的那堵墙 耸了耸肩 对 那道墙也可以 他只具有 极其微小的意识 所以 只有极微小的感觉 和理解力 可是我想 比如 我们现在说的这些话 也会导致 他产生某种 次原子尺度的疑问 让他更能和盖亚 融为一体 而更加造福 这个大我 可是 如果我希望 包有隐私呢 我也许不想让这道墙知晓 我在说什么 或者做什么 包启斯显得很恼火 培洛拉特赶紧插嘴道 你知道的格兰 我 我本来不想夺嘴 因为 我对盖亚的了解 显然有限 不过 这阵子 我都和包启斯在一起 多少能做出些推断 这么说吧 如果你走在 短点心的人群中 你会看到 和听到 很多的事情 也会记得 其中的一部分 事后 在适当的大脑刺激下 你甚至可能 全都记起来 可是这些事 你大多不会注意 会随看 随忘 即使某个感性的场面 吸引了你的目光 即使你觉得有趣 然而 如果素媚平生 如果事不关己 你会看过就算 你会很快地忘掉 盖亚的情形 也一定如此 即使整个盖亚 都对你的举动 了如指掌 却不代表着 盖亚一定在乎啊 这样说 对不对啊 包启斯 我亲爱的 我从没有这样想过 培 但你的说法 的确有些道理 然而 催 啊 我是说 催位子 所说的隐私 在我们眼中 一点价值都没有 事实上 我 我们 该呀 干到难以理解 不想成为整体的一部分 不让自己的声音 被人听到 不让自己的行动曝光 不让自己的思想 被他人感知 包启斯 使劲地摇了摇头 我刚才说 在紧急状况下 我们可以让自己 和盖亚隔绝 可是谁 会想要那样活着呢 哪怕 只有一个钟头 我就想要 这 就是我必须 找到地球的原因 我想知道 究竟是什么特殊理由 如果真有的话 促使我 为人类的未来 选择了这么 可怕的命运 这并不是 可怕的命运 不过 我们不要再 争论这个问题了 我跟你一起去 不是要去监视你 而是 以朋友的身份 去帮助你 该呀跟你同行 也不是要监视你 而是 以朋友的身份 帮助你 请大家订阅一下